我现在是在那个铁道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员工的洗澡的浴室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哦 它有一些就是烘衣服的部分 有时候就是把自己衣服洗好以后 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挂着山 那很多都是从客家子地从苗栗那边过来 然后希望说能够每天只是混口饭吃 然后就可以生存了为国家付出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场 它有喷一些雾一些水汽在烘盖的衣服 大家都不看到 这些都是一些原始比较老旧的器皿 然后都是还原当时的情境 这个部分是在洗衣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另外这边的地方 就是洗澡的地方 它会放冷热水 然后对一些老员工来讲 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 感谢观看